美国两个老头作为总统候选人一个前总统一个县总统两个老头80加起来160多岁两人在一块PK好玩极了 美国的媒体一片欢呼全世界的媒体都跟着起哄好玩好看 那结果会怎么样 我一个朋友的世界方面的专家据他的说法 哎呀不管是拜登表现的多么可笑特朗普如何蛮横无理都不会轻易换人的 但是呢不排除让小肯尼迪当副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 后来我就看了跟日本关系最密切的韩国日本的一些媒体的内部的专家的预测 你知道他们预测是什么感觉吗 他们说拜登你别看游轮次电三道四 然后呢嘟嘟当当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别人都听不懂 韩国和日本的媒体内部预测拜登将以微弱多数连任 还有一则消息 这条消息我估计特朗普听说了之后就得骂娘 因为共和党内啊不是有两派吗 一派叫建制派 美国共和党的建制派也预测说拜登将会连任 你按照辩论两个老头的表现来看 一个特朗普说话立足脑子清醒 那用感召力 现场没观众啊 有观众那肯定是嗷嗷叫了 特朗普一说嗷嗷叫起口号喊口号了 剩下就拜登 拜登虽然是90分钟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 但是有的问题回答只有他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不知道说什么意思 所以咱们从老远老远隔了一万公里之外 我们在太平洋这边往那边看 觉得这俩老头 拜登行不行啊 我们会觉得拜登没戏是吧 可是你看看日本 韩国 包括特朗普啊 他所在的共和党内部建制派都认为 拜登有可能 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这类事情啊 无论怎么说 反正有个检验的机会 到十月份 一切明了 美国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啊 美国有个马太效应 最两天大家议论的多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无论是哪个老头上去或者下来 经济呢 不受大的影响 虽然两个老头都往自己身上贴金都往对方脸上抹黑 但是呢 但是呢 美国这个经济呢 它是有自己的有条不稳的内部的规律 不论谁上台 美国穷人福利都抵 这个政策不变 富人财富翻着背的增长 美国不就是昂萨集团吗 美国不就是犹太集团吗 犹太集团 昂萨集团 以密密麻麻水淹泄地的方式控制着美国社会 总统就是让你们选着玩的 虽然总统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呢 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的作用往往估计的跟实际距离比较大 很多人以为现在呢 就是两个老头在选总统 我劝各位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 这是两个党在选 一个叫共和党 一个叫民主党 因此共和党现在推出来的 是特朗普做代表 民主党推出来的是拜登做代表 所以在这我们必须明确一件事 如果大家因为拜登呢 颠三闹四 说话别人听不懂 暴露了老迈到无法理政这种程度 你说不让他来选 民主党一定输 那让拜登选呢 那当然也可能输 可是呢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拜登在民主党还有可能赢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没人 你说的拜登以外还有谁啊 这中国老百姓就不懂了 年轻人没有吗 有啊 但是年轻人上来没资源呢 美国党内有美国党内的规矩 我们对美国党内的情况 研究的不够深入 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人想不明白 这次选举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啊 美国选举就是拼经济 都讲经济 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当然应该是焦点 但是很遗憾 中国问题在这儿没有成为一个大家所预料的那么重要的焦点 所以现在开始民主党和拜登可能为了挽救呢 选举拉选票 并且开始针对不同的群体撒钱 就是要选票 这两天呢 拜登辩论完了之后 民主党呢 收到的捐款呢 明显的增加 气得特朗普直骂娘 就是说 辩论结束之后 拜登的筹款数额暴增 远远超过了特朗普 特朗普这种个性 他能受得了这个气啊 为了挽救这次呢 辩论当中 拜登这个拙劣的表现 拜登在辩论结束之后 有一个说死 他说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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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承认我老了 我我我承认我话说的不利索了 我承认我也没有那么强的辩论能力了 但是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特朗普听到这个说法 很生气啊 因为你在那儿游轮刺 你在那儿电商自报说什么 大家都看见了 你说我不是 我咳嗽了 我感冒了 没有用 所以拜登的助手 给他解释说 这总统感冒了 这种能力小儿嗑的太低级了 但是我我我承认我老了 我承认我话不利索了 我承认我变成能力不强了 但是我脑子清楚 我反应慢 但是我能反应得出来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民主党重要人物 奥巴马出来了 奥巴马年轻啊 影响力大呀 奥巴马给拜登站台 奥巴马怎么说知道吧 奥巴马说 态势没有改变 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就一直为美国人而奋斗 而有的人自私自利 只为他自己 影响特朗普 给拜登拉分不少 所以这一切都预示着 拜登老小子有戏呀 这个策略队呀 要不同情分啊 打人品牌 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两个人的胜选 对谁的劲儿更大一些 我以前我多次讲过 我希望特朗普胜 我周围很多人希望特朗普胜 为啥 因为民主党因招损招太多了 特朗普这个人呢 他自己称 是自己是伟大的交易者 还可以谈交易 拜登的群狼围殴战略 能谈吗 十年到二十年的谋偏布局 已经形成了 亚洲根本不需要北约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都是民主党挑起升级的 简单说 特朗普拜登谁上台 都不会对中国好 但是两害相交 取其轻 特朗普呢 尚且可以交易 而且呢 特里普 动一堂细胞 他先是把拜登那些 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人脉资源 打了个七零八落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特朗普赢 但是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 特朗普优势 没有先前那么大 这件事还得起立康传门 走着瞧 就说到这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四马南 再见